你说谁是开门 你是不是要等你啊 哎 这天是怎么了 老是下雨啊 是啊 这几天总是下雨 什么都做不了 下雨天真无聊啊 亚伯头发太长了 你帮我抱嘴 让我去拿工具给她剪一下 好的 嗯 快下 亚伯来坐着你 有点懒我先去拿着衣服穿着 有下感动 谁能误会 谁能无泪 爱恨交错不停的轮回 相聚分离 有什么心痛 多少 阿翔你老公没在家吗 他出门打工去了 你有什么事吗 之前你老公在我那里借了钱 我现在过来看看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没听他说过 就是你家生二宝的时候 你看看弄点给我 现在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大哥 我最近身上也没有 要不我过几天叫我老公给你吧 他没走这段时间 我也挺困难的 对媳妇这个人是来干嘛的 庞嫂 听说我老公欠他点钱 他过来要 就你四多 小子我堂用力借你钱 你这里别找他要啊 我来了他不是没在家吗 既然你都知道他不在家 你还在这干嘛 你还不赶快走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 跟他泼不似的 你说谁是泼不似的 你信不信我帮你啊 大哥你先回去啊 跪两天我来还你啊 我不是怕你们 我先走了啊 有本事你跑慢一点 还闹着我干嘛 庞嫂这样做是不对的 干嘛你在教育我啊 庞嫂我不是在教育你 欠人带了钱人家来要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象对象你刚才怎么不给他 你这个死没良心的 生活有苦也有甜 往往充满着很多无奈 只要我们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 一切都会暗过去的 你们的活人也小小小子 要活也不想去干 不小小公是走年龄 外婆这两天活都干完了 你这年龄家要做 你不要活小公也打小包 别人家做起来钱回来 小公干的活太重了 他不让我去 他不是你去哪 你这家要动刀 你一个人认真是的 你把年龄家了 你把人家年轻人怎么做呀 旁边管你人是啥你中家的 口红瓜比较年龄家的 外婆你怎么这样 烤个火你都有说的 咋要讲了 这才被人扛 上去哪快扛 外婆这个才是我跟亚伯扛的 我们都不在乎 你怎么跟我小气啊 小气生活都精打细算 想你这种没成一个大气 外婆你说就说嘛 别动不动只手画脚的 这个火烧了一个人也是烤 两个人也是烤 有什么区别吗 我生日的肩膀 救了救我的 等你慢慢靠 阿湘你外婆怎么这样子呀 真的是太过分了 她就那样 我有什么办法 阿娘她刚刚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啊 没关系的 我不会跟她计较的 那我先回去了 那阿娘再做一会再走嘛 不做了 我回去回住去了 好吧 小婶 你在考虎 小婶将会把那个菜苗给种了 走吧 小婶 为什么你家种这么多油菜 这个是油菜是可以炸油的 明年就不用买油吃了 还是别说你们会过日子 哪里会过日子了 在家就随便动点了 等孩子长大再出去打工 这也挺不错的 我们快干活吧 好 我的心已慢慢化成线 墜落在这世界 小婶 先别挖了 把那里菜苗做完 我们就回去吃饭吃吧 好的 小婶 走吧 大宝特哭了 好的 他可能是饿了 看着太可能了 走 我们回家给他做饭吃吧 嗯 你们好 我是阿湘 生活只会因为自己努力 变得更加光彩 人生短暂 我们一起努力吧 我看你是闲着没事干 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弟妹 你在家帮我看一下大宝跟小宝 我出去一趟可能下午才回来 大嫂 你出去是有什么事吗 是啊 表嫂 你今天打扮这么好看 是要去哪里啊 我小子女放暑假了 我去接她过来晚几天啊 那你快去吧 我给你看着孩子 大嫂嫂 你们在这嘀嘀咕 聊什么 小妹 我们没有聊什么啊 还没有聊什么 打扮这么话之上 人是想去哪里给我大哥戴帽子啊 小妹 你别胡说了 我小子女放暑假 我接她过来晚几天 我看你是闲着没事干 什么人都往家里带 小妹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怎么说关你什么事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这么说意思你是好东西咯 真是狗玩耗子多管闲事 我不说你 你就敲一敲的了 你一个外人有什么事可是我啊 小妹 表妹 小妹 你们少说两句吧 我小子女只是过来晚几天就走了 什么 还晚几天 吃财迷语言不要钱吗 小妹 一家人探什么钱啊 她跟你睡觉了 跟我有什么挂势啊 小嫂 你快去吧 别管她了 小子 你快去吧 我们在家给你看着孩子 路上自己注意安全 小妹 那就麻烦你了 小妹 那就麻烦你了 我看你带个什么样的人回来 大叔 你换水桶鞋要去干活啊 我准备去地里面干活啊 我准备去地里面干活啊 阿翔 你去哪里啊 我小子女放暑假了 我去接她过来晚几天啊 好 那坐一下再怎么 不坐了 大叔 那我先走了 行嘛 那你去嘛 嗯 佼佼 你热不热啊 那我带你去买雪糕吃 好 你要吃哪一个 小姨 我想吃这个 拿给你 老板 多少钱啊 一块钱 来 走了 慢走啊 嗯 小姨 你怎么不吃啊 小姨不渴 小姨 太阳太大了 我们快走吧 嗯 呦 大傻 这就是你侄女啊 嗯 是的 呦 装得还挺漂亮的嘛 就是和我比还差那么一点点 小姨 我怕 在家别怕走 小姨带你回家做饭吃 你们好 我是阿湘 含泪播中的人 一定能含笑收获 人只要有了信心 就是成功的开始